同学们好 今天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 终于学习到了四册的最后一课 能够坚持跟老师一直学过来的同学 未来前途不可限量 因为四册这么硬的一块骨头 能够的圆圆满满的啃完 未来做任何事情 未来的高山在你面前都矮了一份 我们善事善终 下面我们先打开到教材280页 来看这棵书的生词和端语 动作快线280页 Now read after me 跟我念 Portfolio Portfolio Tipster Tipster Las Vegas Las Vegas Fritter Fritter Reputable Reputable Bro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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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nance Finance Mortg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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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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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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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i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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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lt Convert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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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gu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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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adie Headie Alongside Alongside Pedestrian Pedestrian 好 这是第四册 48课的生词 那么按照老规矩 咱们先看看其中的一些重点词汇 第一个重点词 我们看看这个生词表中的这个公示包文件夹 或者本文中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投资组合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Portfolio Portfolio 两个意思 第一个就是我们试的公文包 公示包或者文件夹 就是A Large Flat Case 一比较大的扁平的这么一个盒子 什么呢 Used especially for carrying pictures Documents etc 它是被用来呢 来什么装啊 来携带一些照片啊 和文件等等等等 这样的公示包 或者一个文件夹 叫Portfolio 但本文中是另外一个意思 表示这个意思也相当常见 那么什么意思呢 In Finance 在金融方面 什么呢 A Portfolio is the combination of shares or other investments that a particular person or company has 在金融学方面 一个Portfolio是什么呢 是这么一个组合 是由很多股份 或者其他投资的一个组合 什么呢 就是某一个人或公司所拥有的 这么一个投资的组合 叫Portfolio 它也像文件夹一样 把很多投资放在一块儿嘛 叫Portfolio 这个为什么专门 当然我们看一个例子吧 看一个投资组合这个例子 My stockbroker manages my portfolio for me 我的股票经纪人 替我来管理我的投资组合 Portfolio Stockbroker就股票经纪 那么这个词为什么 专门拿来讲一讲 这里面有字根 就是这个F-O-L-I这个字根 出现这个意思表示leaf 表示树叶或者这个一二两页纸 都可以指这个含义 跟树叶子或者一二两页相关 你像本文中这个Portfolio 这个F-O-L-I是表示一二两页 对吧 前面那个Port P-O-R-T 做字根表示carry 刚好把那一二两页纸 可以带着走 不是公文包 文件包吗 文件夹吗 这个一二两页纸 可以放到里边带着走吗 那么拍生意呢 投资组合 这很好记了 对吧 还有更多的 你像folio folio可以表示对折纸 或者对开的纸 尤其是在我们书里边 这边两页中间连到一块的 这种对折纸 叫对开纸 也是跟一二相关 我们再读一下 folio folio 这是指对开纸 还有我们曾经背过的表示树叶子 注意这是一个不可数名词 大声再读一下 folio folio 这个age ge e 往往表示集合名词的字位 表示树叶子 这个词是不可数的 因为它是集合名词 咱们说过 leaf是可数的 但folio永远不可数 还有跟它类似的 我们多看一些 你像folio 表示有叶子的 或者一树叶形状的 这个at在形容词里面发it 我们大声读一下 folio folio 叫有树叶的 或者是树叶形状的 还有进一步来看 这是defoliant 这个定义这个字头可以表示down 下来 让叶子下来 这叫落叶季 喷在树上 树叶子就掉了 落叶季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defoliant defoliant 让树子落叶的这种药 喷到上面以后 树叶子就掉了下来 让叶子下来 叫落叶季 很好记吧 还有一个食落叶这个动词 那么at是这个动词字根 在动词里面读成ate 大声那边 defoliate defoliate 相关的词放在一块记住就好了 这里面有重要字根 好 这个投资组合这个词 康老师 就看到这 下面一个重点词 再看看这个抵押贷款这个名词 或者当动词来讲 就是抵押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mortgage 注意不要读成mortgage 中间这个字母t是不发音的 这个t here is silent 再来遍 mortgage 当然在英国是不加而化音 读成mortgage mortgage 就行了 它的做名词的意思更常见 就是抵押贷款 是什么呢 为买房费 对不对 a legal arrangement by which you borrow money from a bank or similar organization in order to buy a house and pay back the money over a period of years 就是一个法律方面的一个 这么一个办理的这么一个东西 通过这个法律上的这个 这样一个协议等等 我们可以从银行或类似的机构里面 借钱出来 为了买房子 并且在一段时间 就是在一段这个这个这个年中 慢慢把钱再还给他们 就是抵押贷款 抵押贷款 把什么 房子抵押了吗 如果你要还不起的话 那银行把房子给你卖掉 这是抵押贷款 叫mortgage 咱们来看一些例子 看看这个词的这个常见搭配 apply for a mortgage 申请抵押贷款 银行的P才行 你没有收入不给你钱 take out a mortgage 就取得了一份抵押贷款 就把贷款从银行拿出来了 取得了抵押贷款 获得了抵押贷款 pay off a mortgage 就是还清了一个抵押贷款 pay off就都还光了 这个还清了 mortgage rates 抵押贷款的利率 就是这个还贷 每个月利率是多少 然后呢还有 monthly mortgage repayment 每个月还贷的钱数 就每个月还贷款的这个数量是多少 这是mortgage 抵押贷款 做动词呢 发音 偏写 都不变 直接变成动词 还是动用mortgage 什么意思呢 to give a bank etc the legal right to own your house land etc if you do not pay the money back that you have borrowed from the bank to buy the house or land 叫抵押 这个动词是什么呢 就给银行等等 这个法律权利来拥有你的房子 或者是土地等等 如果你并没有还这笔钱 什么呢 就是你从银行来买这个房子和土地的钱的话 这个银行有权利拥有你的房子 这个抵押做动词叫mortgage 发音 偏写一样 比如说 he had to mortgage his house to pay his legal costs 他必须抵押他的房子 来支付这个法律上的开销 把房子抵押给银行 你要是不还钱的话 房子就被这个银行拥有了 这个为什么要专门讲一下 这里面也出现次根了 就是这个mort 或者有的时候变成morb 或者有的时候mori 这是几个变形 但意思一样都是跟死亡相关 跟death相关 咱们看一下例子 你想这个mort mort是死 这个ghe 它这字根表示pledge 发誓 我用死来发誓 发了死誓了 一定要把钱还给你 我借你的钱 我要以死来发誓 一定要还钱 否则的话 我把连房代替都给你了 我不要活了 就是mortgage 这跟死相关 这很好记录 还有呢 像mortal早就背过吧 终有一死的 或者致死的致命的 叫mortal 然后它的同根的名词 就终有一死 或者这个疾病 或事故的死亡率 我们读一下这词 metality metality 可以表示不免一死 终有一死 或者死亡率 都用它 反应搭配呢 叫immortal im和in一样 表示not 不 对吧 所以不朽的 永生的 我们再读一下 immortal 它的名词 不朽或永生 当然是immortality 就好了 都是跟死相关 还有一些变化 像morbid 叫病态的 叫病态的 忧郁的 天天想死 这块是 哎呀 我要死了 不行了 病态的 忧郁的 我们再读一下这词 morbid morbid 把那字母T 或者字母B 意思一样 还是跟死相关 它的名词形式 就是病态 或者发病率 它不是死亡率了 大声来读一下 morbidity morbidity 或者表示病态 或者表示 某种病的发病率 叫morbidity 进一步 像形容词 morbid 这个band B-U-N-D 这个字根表示 tending towards 向某个方向 倾向于某个方向的 所以叫垂死的 行将消亡的 倾向于死的方向的 向死的方向 越来越近的 叫垂死的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morbid morbid 这就很好记录吧 等于是变成 这个短语了 它有确定的含义 还有一个 叫mortuary 这个ary 可以表示某个场所 这死亡的人 待在场所 就是我们说停尸房 或者干脆翻译上 太平间 医院里的太平间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mortuary mortuary 太平间 停尸房 当然我们去的越晚越好 这跟死相关 还有postmortem 这是死后的 或者这当名词来用 就是厌尸 也是死了之后 才能去厌尸 对吧 post 表示after 在什么之后 死亡之后的 非常好记 大声来读一下 postmortem postmortem 作为名词 就是厌尸 作为形容词 叫死亡之后的 死后的 这个mortgage 这个抵押贷款 我用死来发誓 一定还你的钱 这个相关的 可以同时记住 好 这个词 跟老师看到这儿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再看一看 这个 诶 复习 这个在20课 咱们讲过 主要是复习 因为这个词太重要了 我们大声再读一遍 convertible convertible 读快了以后 这字母T 有个轻轻 着化成的声音 再来面 convertible convertible 在本文中是名词 这是金融学的术语 这个知道就行了 就可兑换的证券 可以换成现金 或其他类型的投资 就可兑换证券 那么作为名词 第二个意思 更常见 叫敞篷汽车 convertible 作为形容词 可改变用途 可改变目的的 叫convertible 咱们先看本文中 表示可兑换证券 这个金融学术语 咱们知道就行了 跟现在考试联系不太大 但是第二个意思 咱们二十个讲过 叫敞篷汽车 就是类似这种车 咱们敞篷车也用它 就是它可以改变 可以加上顶子 可以拆下来 可改变用途的汽车 叫convertible 那么作为形容词 就是可改变的 可改变的 你比如说 convertible sofa 就是一个沙发床 什么意思呢 能改变用途的沙发 可以做人拉开来 又是一个床 可以当床用 叫可改变的 那么婚姻二十个 咱们讲的重点词是conversion 也能读成conversion 美国人都读成conversion 英国人都读成conversion 都行 when you change something from one form purpose or system to a different one 当你把一个东西 由一种形状 一种目的 或一种系统 转变成另外一个的时候 这个状态 就是改变 或者转变 这个指形式啊 目的啊 这个体系变化了 改变转变 这个得及搭配 the conversion of a into b 把a到b的这个转变 把a变成了b这个过程 我们看例子 the conversion of a barn into a house 把一个骨仓改变成了一个房子 原来是一个成骨子仓库 现在变成一栋房子 但conversion of pounds into dollars 把英镑那么这个兑换成美元 这是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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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式改变一下 还有我们在第二次课里出现过的 115页第10号 115页第10号 in the conversion of saliva into poison one might suppose that a fixed process took place 在把唾液转变成毒药的这个过程中 人们可能会认为呢 一个固定的过程发生了 在什么什么的过程中 这样一般搭配不变 这是改变或转变 那么这一般是指用途形式的改变 但还有指专门的 在宗教方面的术语 conversion什么呢 when somebody changes from one religion or believe to a different one 改变信仰 或者皈依了一个新的宗教 叫conversion 这个也得起搭配 叫once conversion from a to b 由这个宗教 向这个宗教的这个转变 也用conversion 看例子 he's conversion from christianity to buddhism 他由基督教转归一了佛教 就是宗教信仰的改变 就是conversion 也用他 那么他的动词形式 就是更重要的convert convert表示改变 他一般指形式或者用途方面的改变 我们看例子 convert后面一般加to或者into 前面加不加并语都行 就是convert这个词可以当极物动词 也可能不极物动词来用 然后转变成什么 加to或者into就好了 咱们看他的一些例子 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 the stocks can be easily converted to cash 这些股票很容易转变成现金 就是这个股票卖出收出特别方便 很容易把它变现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用被动了 这是急物 再比如说 they converted the spare bedroom into an office 他们把多余的这间卧室 转变成了一个办公室 把用途改变了 用途把它做了一个转变 这是这么一个 再看第二十个 115页的第一行到第二行 115页的第一到第二行 over the period there is saliva a mild digestive juice like your own was converted into a poison that defies analysis even today 在这个经过漫长的时间 他们的唾液 一种柔和的消化液 跟我们一样的消化液 就是被转变成了一种毒 那么甚至到当今 都无法去分析的一种毒 the defies 使什么什么成为不可能 咱们说过 那么第二个意思呢 就改变信仰 convert这是我们第二个讲过的 是复习改变信仰 convert somebody to something 把这人让他改信这个宗教 前面家不家这个人都行 同样的积物不积物都可以 你比如说 European missionaries converted thousands to Christianity 那么欧洲的这种传教士 missionary 他使数千人改信了基督教 使某人改变信仰 而皈依这个宗教 可以用它 再比如说 She converted to Catholicism 这个女人改信了天主教 这是他主语本身改信 如果使宾语 那就集物 主语本身改变信仰 那就不就动词 所以集物不就都行 这是我们看到convert 回顾一下convert的动词 改变用途 改变形式 改变目的 还可以表示改变信仰 然后它的名词conversion 表示改变目的用途的 conversion of A 后面再加into B 改变信仰叫once conversion from A to B 它的形式形式叫convertible 可改变的 convertible做名词 最常见的是敞篷汽车 还可以表示可兑换的证券 这是有复习有新知识 这个词跟老师就看到这 好 看最后一个重点词 这棵书生词不多 就是这个pedestrian 作为名词 大家可能最熟悉 就是路上的行人 就相对照 坐在公共交通工具里的人 就是在车里的人 相对行人 马路走的行人 作为行人词 是为行人而设置的 派生意 本文中用的派生意 作为行人词 还可以平淡无奇的 乏味的 没有进的 我们大声再读下 pedestrian 好 咱们先看做名词 做名词表示 a person walking in the street and not traveling in a vehicle 表示在马路上走路的人 而不是在交通工具 在车辆里边 来行驶的这么一个人 叫做行人 路上的行人 看一个例子 the death rate for pedestrians hit by cars is unacceptably high 这是被汽车创死的 行人的这个死亡率 是难以接受 无法接受之高 这是在马路上走路的行人 那么他作为行人词呢 最常见的是 used by people who are walking 为那些走路的人设计的 就是行人的 为行人设计的 你想 a pedestrian bridge 人行天桥 a pedestrian walkway 人行道 等等等等 这是被行人准备的 那本文中 做重要的派上译 pedestrian 这个在阅读中 屡见不信 就是ordinary and boring 平淡的 乏味的 无聊的 就像行人一样 一步一步在走路 咱们一会儿看 这有什么看头 对对 这个看烦了 平淡的乏味 看例子 a pedestrian account of his childhood 对他童年的一个平淡的乏味的一个叙述 account 可以表示讲述记录 一个记述 再比如说 his speech was long and pedestrian 他的这份讲话 又是冗长而无趣 乏味非常没劲 这是像行人走路一样 这个为什么又看一看 因为这里面又有重要字根 就是ped ped 这个字根一定表示脚 跟脚相关 咱们看几个常见的呗 你像pedestrian 这是跟脚相关吗 用脚的走路吗 这个Iain 可以表示人吗 某种人 用脚来走路的这个人 行人吗 他并不是用脚来蹬自行车 用脚来走路这个人 或者为行人准备的平淡法 为了pedestrian 举一盘才多看几个 比如说 足的脚的 或者脚踏板 脚蹬子 像自行车 这个 这个 骑三轮 这个踏板 我们大声再对讲 pedal pedal 足的 脚的 或者是我们 汽车这个脚踏板 脚蹬子 还有我们说 这个pedicure 足不治疗 或者专指 咱们中国特色 是修脚 cure不治疗吗 ped是脚 修脚 用它 我们大声再对讲 pedicure pedicure 还有我们在 前面在舌读 那个时候讲过的 这两足动 或者两只脚的 两足的 大声对讲 biped biped 咱们还记得 bi表示two 两个 两个脚的 两足的 或两足动 还有呢 四足动物 或者四只脚的 我们大声来对讲 cure pad cure pad 这个quadru 表示four 四个 四个脚 还有我们说 这个 呃 蜈蚣 叫centiped 不是centiped 这发eped 大声来没 centiped centiped centi表示 100 100 100只脚的 蜈蚣 脚特别多 在地下爬的蜈蚣 百族虫 我们再读一下 centiped 非常好记 这是指蜈蚣 还有我们进一步再看 这个叫expedide 这ex表示出去 把脚往外迈出去 迈出去 走快一点 迈出脚去 在这使加速 我们大声地叫expedide expedide 使加速 使更快些 还有远证 考察 探险 咱们在第三个讲过 脚迈出去 到外边去 探险去 我们读一下 expedition expedition 远证 考察 探险 还有动词 imped im 就是in 表示进去 把脚伸到里边去了 你伸进一只脚 让别人摔一根头 所以妨碍或阻碍 我们大声地叫 imped imped 脚伸进去 去爱人的事 妨碍 它的名词就是障碍 特别使口吃 大舌头 这种语言障碍 我们大声地叫 impediment impediment 就说话 磕磕巴巴的 好像有脚拦在那 那说话总打磕巴 这么叫 impediment 好 这是我们第48课的 重点词汇 跟老师看在这儿 希望大家 仔细复习 牢牢掌握 这种语言障碍 我们下车的语言障碍 我们下车的语言障碍